陳家樂和蓮詩雅緣婚後 馬上投入工作 他這天就出席一個公益活動 分享環保心得 家樂更大讚太太好有環保意識 因為吃得少的關係 兩人經常一個餐兩份吃 成為人夫後要肩負起養家的重任 家樂對生育大計已經準備就緒 連寶寶出生後會怎樣都想起來 我近幾年很多中學同學朋友 都結婚生了小朋友 其實都是好事 因為他們很多寶寶用品 便可以留給我環保一點 到時我又不用很刻意去買太多 就可以用回他們那些 因為寶寶椅床大過了 真的對他們的小朋友是沒用的 真的可以留給一些即將有小朋友的人 唱歌比賽出身的家樂 雖然轉戰影壇 但是他對唱歌的熱誠一直沒有減退 還有計劃再次推出新歌 因為電影的媒體很難去全部的訊息 是我自己說的 很多時候都是導演 然後有個角色去做 有些事情可以怎樣給觀眾了解我更多呢 就開始想試試創作一首屬於自己的歌 自己填詞 希望試試試 所以不會特別去派台 純粹是有一首歌擺在自己一個平台上去試試 加樂和太太Siga在生活上都會互補不足 兩人都有自己的理想和目標 而Siga對老公的一切當然十分支持 他都有幫我在創作的過程給了很多意見 因為他唱了很多年的廣東歌 他都有很多經驗 例如一些字 他覺得哪些字是容易點唱出來的 發音容易點 他都給了這些意見 會不會將來有機會你們有一首合唱歌呢 暫時都不會 沒有想這件事 會不會想多些夫妻當作合作呢 看公司安排 都希望有這些機會的